女孩在照镜子时 发现自己的床上躺着一个怪物 她吓得尖叫起来 怪物也被吓了一跳 将她的水床戳穿了 房间里水花四季 但家人非但不惊恐 还反过来安慰女孩不要慌张 怪物穿着家人给的睡衣 不知所措地走出了房间 妈妈只好把女孩带走安抚 告诉她怪物是一个机器人 名叫爱德华 妈妈看她生活不能自理 怪可怜的 所以收留了她 爱德华虽然看起来很有威胁 但性格却软萌无害 只是手掌是剪刀构成的 才让初次见到她的人恐慌 妈妈劝女孩对她有好些 一家人要和和气气的 爱德华被女孩吓得浑身颤抖 爸爸安慰她女孩都有点疯狂 习惯了就好 爱德华想用剪刀手努力抓起水杯 但怎么也握不住 爸爸便给了她一支吸管喝柠檬汁 但机器人显然对柠檬汁过敏 只见她抽搐起来 发出奇怪的咕咕声 随后就倒在了地上 虽然没有大碍 但她从此对柠檬都敬而远之 看到就想偶 自从妈妈把爱德华带到家中 邻居们都纷纷对她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 他们要求妈妈开一场派对 好把爱德华领出来 给大家瞧瞧 妈妈连拒绝的话都来不及说 就一锤定音了 剪刀手虽然把女孩的床给扎破了 但她将功补过 把草坪剪成了恐龙的样子 她将院子里的植物 都打理得格外新奇 还乖巧地协助妈妈准备派对 将蔬菜切好 在派对上 爱德华帮客人戳开一拉罐 把烧烤穿在剪刀手上烤 这样一个可爱又内敛的剪刀手 很快就得到了邻居们的喜爱 他们争先恐后地给她喂东西吃 还邀请她到院子里打理树枝 爱德华盛情难缺 嘴巴里都塞满了东西 随后又帮邻居们修剪了院子 每一家院子的树枝和草坪 都被她打理的七星怪状 不仅如此 爱德华的很多才能都被发掘了出来 比如被女孩的弟弟带到学校 表演剪刀花 赢得满堂喝彩 还能把狗狗的毛发打理得极好 于是爱德华还给邻居们设计发型 让他们都纷纷赞叹 简直是都市丽人的好帮手 这让她的名气越来越大 连电视台都请她去做节目 但是受到了所有人欢迎的爱德华 却唯独不能让女孩开心 每次女孩都对她必让不及 爱德华撞见了女孩和男友在一起 他们甜蜜的模样刺激到了爱德华 自从第一次见面 爱德华就对女孩产生了不一般的倾诉 但她无法表达自己的情感 只能默默看着女孩带男友回家 女孩没带钥匙 想让她帮帮忙 没想到爱德华这么全能 还会开锁 因此男友灵机一动 想让爱德华帮她撬锁 但男友并不是偷别人家的东西 而是自己家的 她常常在女孩和家人面前 炫耀自己的优越家境 但实际上这个富家少爷 并不能拿到家里多少钱 因此她想借爱德华一用 把自家的房门撬开后 入室抢劫 这样就能拿到钱去买车了 虽然女孩极其不情愿 但最终还是松了口答应下来 趁男友的父母都出差了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一行人全副武装后 带着爱德华一路摸索 终于到了男友家 爱德华看到了路边的小草 也要停下来修剪几下 男友急地把她拉走 来到了家门口 只见爱德华把剪刀手一戳 就轻松撬开了门锁 男友如愿女长地达成了计划 随后爱德华就率先进入了房间 但是还没等她反应过来 警报声就响了起 她惊恐地睁大了眼睛 不知所措 看来男友家的报警系统是一等一的 从房门里面 爱德华也没法用剪刀手开门 这下她也插翅难飞了 男友见大势不妙 却要把女孩拉走 但这样不仁不义的做法 女孩当然不同意 把爱德华一个人丢下 男友带着女孩逃之夭夭 就算女孩一直吼着让男友返回家 拯救爱德华也无济于事 就在爱德华在屋内手忙脚乱时 屋外响起了警铃声 制服人员呼叫爱德华走出门来 制服人员发现他的剪刀手 是个威胁的武器 赶紧让他放下武器 但爱德华只会乖乖地举起双手 没办法把剪刀手卸下来 制服人员就要开火了 邻居们终于闻声而来 幸好邻居们为他发声 爱德华才没有一命呜呼 在邻居们的围观下 他被考上带到局里喝茶 女孩的父母前来探望他 教育他偷钱是不对的 随即就询问到了点子上 但爱德华默不作声 他不会为自己辩护 只有心理医生为他说话 因为爱德华在被妈妈收留前 一直生活在发明家的古堡里 长期独居的孤僻生活 会让他的性格变得封闭 无法对外界的现实做出正确的判断 也不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所以他的偷盗无法构成犯罪 于是爱德华被释放了 但从此以后 曾经喜欢他的邻居们 都纷纷对他避之不及 因为担心他再次偷盗 将自己的家洗劫一空 即使妈妈在盛情邀请邻居 来家中做客 也没有人真的愿意再光顾了 女孩感谢爱德华 没有向制服人员说出真相 并诚恳地和他道歉 因为是他配合男友 实施了这次的偷盗计划 但爱德华早就清楚了真相 却义无反顾地答应了女孩 只因是他心爱的女孩要求的 所以他可以在所不辞 当屋外传来男友的声音 女孩又撒腿跑了出去 他和男友争吵了起来 还在指责他当初没有返回家 拯救爱德华 但男友不理解这件事 有什么好生气的 过去就过去了 更何况爱德华又没坐牢 但女孩真切地感受到了 爱德华的付出 他怎么可能不为之感动 相较之下 男友的忘恩负义 显得尤为卑鄙 爱德华看着他们的背影 以为他们又在你蒙我蒙 感到无比嫉妒和失落 他用剪刀手划破了窗帘 无处发泄愤怒的他 对着镜子 将墙纸都划破了 不过女孩和家人都能理解他 没有责怪他的发泄 只是开始纠正他不同寻常的思想 比如在街上见到钱该怎么办 爱德华回答他会用钱买礼物 送给朋友 这一次女孩站在了爱德华这边 他开始支持他的想法 而不是审判对与错 在圣诞夜到来时 女孩和妈妈在家中布置圣诞树 当雪花一片片落下 他情不自禁地走出门 来到院子里 原来是爱德华用冰块修剪成了冰雕 他奋力地舞动着剪刀手 将冰雕打理成带有翅膀的天使模样 女孩沉浸在雪花纷飞的浪漫里 她的心被打动了 但这唯美的氛围 却被男友打破了 剪刀手划伤了女孩 虽然他连声解释 只是擦破了皮没有大碍 但男友还是气急败坏 把爱德华用力推开 可怜的爱德华被赶走了 女孩才处理好伤口出门 见男友把无辜的爱德华撵走 他再也忍受不了了 和男友提出分手 被撵走的爱德华开始暴走 他把路边的树枝都砍掉 又以怒不可遏的姿态 把车子的轮胎扎破 警车来了 爱德华赶紧跑回了家 但女孩的家人都出去找他了 只剩下了女孩一人 爱德华伸出了剪刀手 但害怕伤害到他 一直小心翼翼的 他走到窗边 但女孩紧跟了过来 将他的剪刀手轻轻拉开 投入他的怀抱 爱德华也紧紧拥抱住他 他终于能够表达自己的爱意 将心爱的女孩揽在怀中 不再因为剪刀手 而惧怕伤害到他 一再疏远 这一回他没有推开他 这也是爱德华的第一个拥抱 从前发明家也想给他换上手臂 但却先倒在了他的脚下 再也无法醒来 无奈之下 他只能一直使用剪刀手 屋内的爱德华 还沉浸在爱情的美好中 屋外已经乱成一锅粥 男友的车在路上飞驰 就在女孩的弟弟 要被车撞到时 爱德华一个猛扑 让弟弟幸免于难 但弟弟以为爱德华要攻击他 奋力反抗 反而被划伤了脸 邻居们闻声而来 却也被爱德华误伤 男友也要动手揍他 他直接把男友的手臂砍伤 这下所有人都看到了 爱德华的行为 他就要被逮捕了 女孩却依然相信他的善良 爱德华深情地望着他 想记住他的脸 随后就逃跑了 古堡方向传来枪声 大家都以为爱德华被枪杀了 但制服人员却放他走了 因为名演员 都能看出他的善良与可贵 女孩赶到了古堡 发现爱德华没死 喜出望外 就在他护诉中常识 男友却出现在后方 举起枪支朝爱德华射杀 没有得逞的他 又抓起木板 劝敲爱德华的后背 女孩见状 也拿起木板打他 男友毫不留情地 朝女孩还手 爱德华被激怒 他伸出剪刀手 第一次对男友 发出了主动攻击 将他戳出窗外 眼看男友坠楼 事情走向了 不可收拾的地步 爱德华对女孩 做最后的告别 女孩为了平息事端 将废旧的剪刀手 拿给邻居们看 称爱德华也被男友杀害了 这下才驱散了众人 从此以后 女孩和爱德华 再也没有见过面 但却永远留在了 彼此的回忆里